POKEMON WIFI BATTLE 大家好,歡迎大家繼續收看POKEMON WIFI BATTLE 在今集開始,我們即將會用一隊新的隊伍去打PGL 新一季也開始了,現在的分數也回到1500 上個最多是12007度,因為找到很少 今次這隊新隊,有甚麼特色的地方 最主要是有高豆貓 高豆貓是一隻,我在META初開的時候 已經是非常看好的一隻精靈 不過一直都沒有機會可以用到 原因就是這個 原因就是這個 高豆貓的那招,留下麻煩 這招叫甚麼 靠下狠話這招 因為會有BUT,會令到這個遊戲有機會斷線 令到我無機會用了 有一段時間,現在終於解放花了 非常吸引 必須要用 嗯,必須要用 好了,現在的手法就這樣了 這一隊就是 主打了一個 不斷用我一招,留下狠話 和服特轉換 不斷換精靈的,是一個非常之我風格的隊伍 有很多冠寵的元素 還有將對手的精靈降到很低功 有很多下馬威 然後呢,當然有這麼多 support 同時就會降低輸出的機會 但同時依然都是非常之厲害的一個打法 這時候,鯉魚龍很大機會會保護 或者會換走 好 現在穩定一點 其實可以用下馬威打下去 如果想薄一點點,也可以做一個 伏特轉換,打到鯉魚龍的邊 那我想穩定一點 我做下馬威打下去 咬獵綠莎那邊 嘩,綠莎做了一個保護 有一點點意外 啊,鯉魚龍也是做了一個保護 嗯 好啦,那 雖然讓對手看到我們只要跑一下狠玩 但我們依然可以繼續用這一招 那,鯉魚龍剛剛用了保護 那,在現在的轉數這麼前的時候 基本上對面連補的可能性是沒有啦 那,多站定定吃我們一下的電招 好啦,我們趴下狠話打出來了 那,直接換走高豆貓 那,卡波蝶蝶就在這個時候上場了 那,應該降低了一對手的地龍的攻擊力 那,地龍的攻擊力低了 那,對於我們蝶蝶的威脅性就會少了很多很多 雖然蝶蝶就說這個防禍力上比較差 還有,蝶蝶我是想用這個 嘩,就是血筋 蝶蝶其實是想用這個加速度性格的蝶蝶 不過,在這裡提花,我可能會忘記了說 因為,如果蘇打一試,我一定會加速度性格 不過因為,一餅帶就捉一隻蝶蝶 因為另一餅帶就捉五隻蝶蝶 另一餅月亮 沒有辦法,用之前,這是以前指魚劍的蝶蝶 好啦,對手打了地震出來 好,對手打了一隻蝶蝶蝶 這隻蝶蝶蝶蝶,應該不錯 要看你魚龍做的 我做了一個龍之母 這個也是,為什麼我會想用一隻 加速蝶蝶蝶,因為蝶蝶是粗磚 但都可以 我們打一個精神,念力,打到地龍 可能你會問我為什麼不用這個月爆 主要因為我們粗磚,很怕對面換蝶蝶 現在都不是太把握,對手會不會換蝶蝶 正路來說,他應該會怕我的蝶蝶蝶 對啦,會換手,有機會換鳳神犬 我沒有換到鳳神犬,而是另一隻卡波蝶蝶 對面的卡波蝶蝶 好啦,下馬威成功打出來,可以擊殺對手的李玄龍 一隻精神力也打出來,也扣了一個不錯的傷害 其實如果根據這個傷害,我們可以再做多一次精神念力 再加一個Snow就可以處理到對手 不過對手這次有個爛雷怪 我已經不會太想這麼做 比較想換 我選擇了一個,其實雷超的作用不大,處理了鯉魚龍 所以決定雷超的傾向是拋棄狀態 如果沒有死,待會可以再用哭阿威那些 我用了大哭,主要想削弱蝶蝶的特殊攻擊力 蝶蝶用了一個月爆,這個位置很合理 所以我剛剛不可以在這個位置,亂換一隻地龍出來 現在他死了 現在是毒刺,我打到原本蝶蝶那邊,沒有中毒,死不去 再說一句,我先說一句,我想弄掉雷超,所以現在就保護了一隻碟碟 不,保護了一隻地龍,雷霄就打在碟碟上 地龍首先保護,希望他不會中雨爆死 對面碟碟也做了一個保護,對面這個湯蠻大膽的 今天這個爛泥怪用Snow,非常之少見 但打法是很有趣的 這個打法是 他沒有怕到我們的地龍 可能對手不清楚,其實有地設這個存在 他覺得我們不可以亂地開地震 反過來說,這是一個機會我們用地設攻擊他 還有蝶蝶應用的保護,蝶蝶是一個速尊 我們一個月爆可以處理到他 如果順利的話,這個回合應該可以處理兩隻精靈 成功動了,代表蝶蝶成功攻擊蝶蝶 直接一個爆打了對面的蝶蝶到 我們地龍的地石也是時候出場了 地石是超難走的,其實他在地上 是不好看的,就這樣走出來 地龍少天大終結 直接把爛泥送上地下 這隻有什麼垃圾 吃垃圾的精靈 超級厲害的吃垃圾的精靈 蝶蝶蝶非常之強 所以為什麼我一定要配上一隻地龍 最好用來處理這個垃圾 垃圾真的非常麻煩 對面應該知道他輸了 我們有一個速尊蝶蝶在這裡壓制著他 另一邊我們用著岩斌 扣活一下他去處理 最重要不要震到蝶蝶 什麼情況都好 不管他,待會打不打我們蝶蝶 如果對面不打蝶蝶 剛好月白不死 雖然一血斤沒有機會 可能會抗先過 或是AV 做回個保守一點點 保護 如果他去保護 我們地震震都可以疊疊 可能有機會被逆轉 變成地龍打地龍的情況下 有些機會輸 好了 這一隊非常好 高盪貓做核心的一個隊伍 大家會看到 剛剛的隊伍不斷的 依賴著互換 而獲得優勢 如果有鳳神犬更好 可以一次過鋼隊收兩次的麥理攻擊 當然要視乎情況而用 剛剛的情況很明顯 我們不需要到鳳神犬來出來 為了威嚇而特意帶鳳神犬 就不是不好 當然這一隊用這個惡龍 其實都... 對不起 惡魚 都不是不好 不過 始終還是有點問題 始終 我們又遇到爛泥怪 今天這麼多爛泥怪 哈哈 哈哈 對面是一個沒有塔夫的陣容 這隊表面上有點像Wuffy那隊 但沒有了這個Bulu 其實我們地龍都很屈肌的正落 他又很依賴這個... 呃... 狗味去克制我們的地龍 怎麼處理他的狗味好呢? 這隊的狗味好呢? 都是這樣帶的 我想我這場都是... 對啦... 因為對面又很幼獸 我不是很想帶雙電 很大劑 帶雙電的話 那就是爛爛怪 迫著你出地龍 那...其實... 高豆媽這隊的出場率是... 超級高 就是以前是一隊花無鳥隊那樣 那... 唯一不帶這個... 高豆貓的主要原因是... 可能打這個... 雨天的話 我們迫著帶雙電 帶雙電的話 就應該會不帶這個... 高豆貓 真的後發吧 不過後發比較少 我們這種手法都... 應該會給對手很大壓力的 因為我們是雙下貓威的手段 我們雙下貓... 我們在旁邊下去的 一旁廠 都是雙下貓的手段 是雙下貓的手段 是雙下貓的手段 跟誰呢 技術件 做一個power狠 處理對手的地龍 降低了雙弓,在這個位置換上蝶蝶 現在有精神長,雷超能力系的招式會增加傷害 打了一個非常不錯的傷害,對手做了一個極光幕 地龍就是一個龍爪,打了雷超,不會用到地招 因為怕用到地招會傷害到自己的精靈 其實我怕這個伏特轉換打不死,不過這個時候我們用伏特轉換的優勢是比較大 對面還要換走九尾,換了爛泥上來 另外一邊也換走了烈牙綠莎,出了自爆瓷怪 OK 我們這個伏特召喚就拿到很大的優勢 拿到攻擊的同時,我就幫助我們換上地龍 留意一下,她的精靈全部都是沒有一隻抗地的 一件是去世的精靈 我們都要留回蝶蝶去處理對手的地龍 蝶蝶就不可以亂鬆 現在比較要考慮的是,我們那個地set 到底打哪變好了,除非不攻擊 不攻擊也好,因為對手這個時候可能做一個 保護或者換寵的機率其實蠻高的 還有,打敗對手有一個極光幕 如果對面加上有一個保護,我們應該會處理不到她的精靈 我們做一個穩守一點點,保守一點點 還有,兩隻都盒著我們疊疊 雖然我們說我們進攻就好一點,但始終有些 打戰鬥的情況很不穩定,我想做一個穩定一點點 始終地set只可以用一次,對吧 好了,我們先做我們 補一保護先 對面會不會保護呢? 爛泥做了保護,其實爛泥是很麻煩要處理的 她保護的話,其實會比較好 對面的光蘭炮打出來,我們就發動了我們的問有果 好,先補一保護血 我們高豆貓的血量是16N-1,把封沙斯的傷害盡量減低了 好,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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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就炸火對手的爛泥 我最主要是怕對手的爛泥會換走 如果可以換走,我們依然可以對手的爛泥 做到一定的要脅 所以就去那邊 現在看到我們的地勢又出場了 因為對手有極光幕,這下正路就處理不到地龍 但會打到大傷害已經非常滿意了 10萬伏特打出來 打雷超那邊,不知怎麽都頂不住 雷超那邊,不知怎麽都在內 打雷超那邊,對手都頂不住 我實說,對面一隻自白神怪都頂不大 一路都站在牆上,不怕地震 有點麻煩,我們有沒有保護 逼著地震震自己的精靈,沒理由震震 極光王剩下最後一回合 雅烈綠莎這時候換走了,出狗魅出來 狗魅正路應該沒什麼血 有點意外,我們用下巴威是一個錯誤的選擇 對面自爆持怪依然是不保護的 我們的高頭魔是很高物理防火力的精靈 所以這也是我會選擇陣去不陣的蝶蝶的原因 蝶蝶是我們非常重要的重炮手,它是裝束磚 基本上處理到它的天敵,我們的束磚蝶蝶就會肆虐 而且,很多時候束磚蝶的守護神很容易被人搶到場地 因為如果你互相守法的時候,牠的場地會被人吃掉 我們可以運用高鬥貓的特性 只要留下麻煩的招式 對於對面來說,就會做到比較麻煩 比較麻煩的東西 對於對面,不知道會保護嗎? 對於對面是否會保護呢? 其實我們待會開地震 開這個月爆 其實都會做到一定的 對面爛泥是沒有保護 爛泥沒有保護 其實老實說是一個... 幾順 那現在單常是想爬一爬對面的 我們暴頭馬利用這招 地震打出來了 直接處理了 對面爬泥怪 然後呢 我們的高抖馬很囂張 還有一點點血 只不去 那繼續用大聲哭打他 那大家見到這家高抖馬是有一點卡牆的 但是呢 如果... 如果想不去不卡牆的話 我可以用這個包皮 中文名字我早就叫什麼名字 不怕叫什麼名字 包皮啦 甚至是用95攻那招 惡系的招式 那招式是用對手攻擊力來做輸出啦 那這樣就可以... 剛剛的情況下就沒那麼卡牆了 但是如果你要選擇那招的話呢 就要... 就是... 就要一個... 取射啦 那你就變成會... 變成會不要這個... 挑撥 那沒有挑撥其實是... 有點不好的 現在 拉方秀2那麼多 而且我們這隊其實都是很怕拉方秀2的 那拉方秀2 他一個最大的優點就... 當然就是他是... 主要裝這個輝射啦 那你挑撥他就會... 讚 那這次的影片暫時來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吧 拜拜 拜拜